- 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 您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 日前疑似因为连续大雨发生崩塌走山的基隆市杠子辽山区道路边坡 - 经过结构技师现康后发现有不少疑似回田土方 - 基隆市政府产业发展处等单位再次到现场会刊 - 怀疑可能有请到废弃物以及土方的违法行为 - 将依法含送基隆地检署侦办 - 发生严重摊坊的道路边坡土石崩落严重 - 整个山头几乎被削掉三分之二 - 下方较中公园与篮球场都被掩埋 - 崩落土石高达六万四千立方米 - 经用市政府产业发展处与公务处等单位再度举办会刊 - 经用市土木保持技术服务团队副团长林石元说明勘查情况 - 我们现在就看到下方摊下去的这些土石 - 我们现在研判的是说它是不是岩层 - 它是不是一个原状的 - 那目前如果看在一个两侧的这一个破坏模式这样看起来 - 因为我们看这个山谷它就是它是一个山谷地形 - 那这看起来是一个所谓的人工田方的一个地质材料 - 那所以这看起来就是一个田方的一个土方的一个圆弧形的一个滑动来做一个滑动破坏 - 长安发展处方面表示这个地方在去年3月线刊时 - 就有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及水土保持法等情况 - 目前仍在侦办中 - 金融市政府会依现况将全案移送金融地检署侦办 - 会根据水土保第33条 - 它自身水土流失 - 就是违反第12条或第10条规定 - 然后自身水土流失 - 它涉及到的是主6月以上跟我们以下有期徒刑 - 这是刑法 - 所以我们市府会依据现况 - 然后将相关资料移送给地检署去办 - 事实上那个案子已经本来就有地检署在办了 - 但是我们依据这个新的市政 - 新的结果 - 我们后续大概就会找这方向去走 地主者寒冤表示这也是走山的天然灾害不是人为的 - 它将土地出租给资源回收业者 - 业者要怎么做和它没有关系 - 我做人是跟所有人的证明不对 - 因为我做是他的事就对 - 上面他说让人偷渡什么会去 - 他有的就是移送地检署不对 - 我也去做证明过了 - 那有怎么结案没有结案没有 - 我不知道也没有我的事 - 你现在说要天然灾害帮我 - 我有水土保守的经营 - 这怎么有独立啊 - 由于崩塌处下方有社区民宅 - 为了防止土石继续崩落 - 危机道路与民宅安全 - 金融市政府勾出方面计划 - 抢栽作业将朝三个方向进行 - 第一道是会在教宗街口 - 教宗公园的下方做一个党土设施 - 那避免土石持续冲刷 - 那造成我们教宗公园周边的住户 - 有生家财产安全的疑虑 - 所以我们这个做第一道 - 那第二道今天开始会做 - 钢子寮路下边坡的防护 - 做钢板装的围设 - 保护我们钢子寮路的道路安全 - 那第三道的部分 - 会在公司有地之间 - 做一个党土设施 - 保障控制土石 - 不要再继续冲刷了 - 金融市议员韩世宇 - 与当地校中里长林虫道 - 则提醒下方民宅旁排水沟被土石淹没 - 已经有积水情况 - 担心大雨在下会出现淹水灾情 - 希望金融市政府能紧速清理 - 记者张其滩金融报道 - 今年228事件中枢纪念仪式 - 选在基隆举行 - 基隆市长林又昌陪同总统蔡英文 - 行政院长舒贞昌 - 立法院长游锡坤 - 以及228基金会董事长 - 和受难者家属代表等人一起参加 - 蔡总统向受难英灵献花致敬 - 亲自颁发回复名誉证书 - 给周金波以及刘欣妇两位受难者家属 - 228 中枢纪念首度在基隆举办 - 安排了小提琴演奏 - 现岳开场 - 总统蔡英文 - 行政院长苏贞昌 - 和金融市长林又昌 - 与家属一起追思英灵 - 总统蔡英文代表献花 - 行鞠躬礼 - 受难者家属 - 关心中正纪念堂存费 - 希望政府能够结束它 - 作为新的用途 - 总统蔡英文 - 也正面回应 - 在民主社会 - 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 但问题是 - 这个纪念堂 - 是不是税金负担 - 从公家单位来经营 - 那我就不知道 - 我们这群受害者 - 付的税金 - 还要拿来维护这个纪念堂 - 事情何以看 - 如果 - 有一些人 - 是支持蒋介石 - 那是不是 - 请他们 - 把喜欢的蒋介石拿回去 - 自行安置 - 至于这个公家单位的纪念堂 - 就请结束吧 - 把它拿出来 - 作为一个全民更有共识的新用途 - 这才是一个民主社会应有的担当 - 像是在昨天 - 我和几位民主前辈 - 走访了新北新店的安康接待室 - 这个威权实习用来征训 - 寻求政治犯的黑色接待室 - 现在已经被促展会审定为不役离子 - 行政院也已经规划把安康接待室 - 移交给文化部 - 国家人权博物馆 - 并且纳入白色恐怖警戒纪念园区 - 来成为实现转型正义 - 推广人权教育的基地之一 - 让历史的真相持续被见证 - 被记得 - 刚才我仔细地迎听包先生的讲话 - 代表的是我们很多前辈和家属所关心的 - 清除威权象征的工作 - 包括中正纪念堂的转型工作在内 - 我们也会审慎的来推动 - 一个民主国家的 - 一个民主国家 - 我们不该再以威权的形式 - 来纪念卸任的总统 - 这是我们的原则 - 金融市长林游昌说 - 台湾推动转型争议 - 让坦论228历史不再是禁忌 - 由于基隆在3月8号之后 - 是首当其冲 - 我们根据很多地方的 - 其佬以及罹难者的家属遗倦的口述 - 在当时的基隆港 - 是血流成河 - 很多的受难的民众 - 是被铁丝穿的手掌 - 推入基隆港 - 我想这些- 历史的一个惨剧 - 透过我们祈祷的口述 - 一直传承下来 - 不过在我这个年纪 - 其实在学校的课本里面 - 是不可能看到 - 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真实的内容 - 我个人是一直到念大学的时候 - 才有机会去接收到相关的一个资讯 - 这个当然也对我未来会参与政治 - 然后去推动台湾民主 - 或者是加入台湾民主的一个行动 - 我想有着很大的一个影响 - 那我想也因为 - 包括我们所有前辈的一个努力 - 以及我们很多228的家属遗倦 - 不断的争取 - 现在218在台湾已经不是禁忌 - 我相信我们的孩子 - 已经都能够很正当 - 很公开 - 而且很正常的 - 在我们的教育的书本里面 - 去阅读到 - 去理解到 - 去了解这段历史 - 而这也成为 - 大家去认清台湾前途未来 - 很重要的一步 - 谈到乌克兰正在抵抗外来的侵略 - 总统蔡英文说 - 民主是我们唯一的选项 - 团结是唯一的方法 - 再追求团结 - 不等于忘记过去 - 希望大家一起守护 - 得来不义的民主、自由和人权 - 记者黄绍鸣 - 基隆报道 - 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前到基隆市查 - 宣布基隆捷运计划定案 - 国民党基隆市长参选人谢国梁呼吁 - 交通部应该向基隆市民召开说明会 - 和民众做双向沟通之外 - 他也再次感谢行政院照顾基隆民众 - 希望未来不分党派继续完成建设 - 谢谢大家来收看国梁的直播 - 基隆捷运拍板定案 - 国民党基隆市长参选人谢国梁开直播 - 在空中讨论时事 - 先拿出去年基隆捷运相关民调数字 - 台铁跟捷运双轨并行的是百分之三十点四 - 百分之三十点四 - 那原来民众主张的 - 原来政府主张的 - 基隆市政府主张的 - 要废除台铁 - 要用捷运来取代台铁 - 只有百分之九点三 - 百分之九点三 - 那维持这个台铁 - 但是捷运呢 - 可以规划其他路线 - 包括说安乐区啊 - 其他区啊等等的 - 这个部分则是有百分之四十三点三 - 那这个是我们当初给予民众的选项 - 所以表示说那个时候大概只有九点三%的民众 - 来大家再看一下 - 九点三%的民众 - 说用台铁来废除 - 用捷运来废除台铁 - 然后交通部后来就宣布了 - 就是说不废除台铁在基隆火车站的功能 - 那当然我们觉得民众的心声有被听到了 - 谢国良说捷运行经的路线 - 有一半以上都在基隆市 - 最近行政院长来基隆 - 从严格上来说就是发布会 - 只是单向说明并非双向沟通 - 你在宝藏坑一二站完 - 就进入到了北五赌站 - 那这个北五赌站到底坐落在什么地方 - 是哪一家企业或者是产业的用地 - 然后呢 - 你到了百福 - 到了六赌 - 到底坐落在什么地方 - 这些坐落的地方 - 跟那个地区的民众 - 跟未来产业的发展 - 有什么样子的关联性 - 那民众可不可以表达意见 - 我今天要求的 - 并不是在谈说 - 这个站设的好与不好 - 是不是对某些人好 - 对某些人不好 - 不是 我不是在讲这个 - 我们纯粹就是说 - 民众有没有权利 - 在你定案之前 - 然后呢 - 针对于这些点 - 落点的地方 - 这些站的一个布置呢 - 发表一个他们对地方 - 长期以来的了解跟看法 - 目前看来是完全没办法 - 透过直播和支持者互动 - 借过梁说 - 感谢行政院对金融民众照顾 - 但过程应该让民众 - 有机会讨论和参与 - 希望不分党派 - 让金融捷运继续完成下去 - 记者黄少鸣 - 金融报导 - 基金二三路双向各两车道 - 假日以及连续假期时 - 经常出现车潮塞车情况 - 在228年假 - 警察局已经试办 - 弹性掉拨车道 - 这也是金融市第一条 - 试办的掉拨车道 - 好不容易天气终于放晴 - 面对即将来的228年假 - 基金二三路 - 势必又会出现车潮 - 为了避免造成塞车 - 警察局将在228年假 - 26 27 28这三天 - 每天下午4点到8点 - 试办弹性掉拨车道 - 掉拨路段为万里往基隆方向 - 那三天到金山万里去玩的民众 - 会非常的多 - 那每一次一到下午 - 要回台北的车辆就会非常的多 - 那都会塞在我们基金路段 - 于是我们今年基隆市 - 特别在这个廉价 - 做一个那个调波的试办 - 那看看可不可以疏解车流 - 那调波就是从这个路口 - 我们玉隆仓储 - 新加坡社区这个路口 - 开始做调波 - 本来是22车道 - 就是两个两个车道 - 变成说往台北的变三个车道 - 往金山万里的变一个车道 - 那看看这样的试办的措施 - 可不可以有效的疏导车流 - 调波车道起点是基金三路 - 新加坡社区路口 - 终点在基金二路5号前 - 长度约在1260公尺 - 若事办良好 - 不排除扩大推广 - 譬如说我们金山万里 - 往基隆的方向 - 本来只有两个车道 - 现在会变三个车道 - 那第三个车道 - 那第三个车道就是 - 万里往我们基隆的方向 - 这个车道把它拿来 - 来做使用这样子 - 所以说最重要的就是 - 要配合我们现场的交通人员 - 跟易交的指挥 - 前天协调会上 - 金融市副议长林佩祥建议 - 调拨车道或许能够解决塞车问题 - 但更希望市政府交通处和公路总局 - 应该有效记录车流量资讯 - 作为日后提改善方案的参考数据 - 当下说明会的时候 - 公路总局跟交通处 - 并没有派员参加此次的说明会 - 那佩祥觉得这样其实是很不合理的 - 因为这次的调拨车道 - 我们必须要利用科技 - 来计算这次的车流量 - 也就是说这次庸设的交通流量 - 如果我们能够好好把它记录下来 - 把它计算下来的话 - 未来这个调拨车道 - 就可以变成常态性的使用 - 而用常态性的使用的时候 - 如果说车流量我们能够好好计算的下来 - 那这对我们未来 - 针对这方面交通主设 - 是有莫大的帮助 - 金龙第一条掉拨车道即将事半上路 - 周边路段禁止回转 - 警察局坐好沙盘推演 - 也呼吁驾驶人遵照警方的现场指挥 - 记得开启大灯维护行车安全 - 记者黄少铭基隆报导 - 吉隆祠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 文昌君圣诞 - 观世音菩萨圣诞 - 玉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 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死云寺 - 基隆七堵区泰安路25号发生一起车祸意外 - 一名77岁高姓男子 - 骑车上山种菜 - 在单向道和货车发生车祸 - 送医后伤众不治 - 经过警方调查 - 死者是立委高嘉瑜的恶伯 - 相关交通肇事责任 - 还有待警方釐清 - 机车车壳严重破裂 - 零件散落一地 - 另一台货车 - 左前保险桿也破了 - 车灯也撞歪 - 两车在这个弯道汇车撞上 - 因为撞击力道太大 - 惊动住户出来查看 - 我就看到安卡公斤倒地 - 然后安全帽有飞出去 - 刚开货车那个人 - 她说车速不快 - 是阿公比较快 - 你看他说他有煞车 - 可是他就撞过来 - 一面向他撞过来 - 警方调查 - 企图泰安路 - 二十五日发生车祸 - 第一现场歧视倒在路边 - 消防人员紧急将他送医急救 - 但颈部受创严重 - 伤重不治 - 送到医院的时候 - 那时候就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 那有注意到有一些 - 连部的一些创伤 - 那到院前其实就没有生命迹象 - 所以来基本的时候是进行急救 - 那急救的话 - 对我们的一些急救 - 是没有反应的 - 经过警方调查 - 骑士是77岁的高老先生 - 是立委高嘉瑜的二伯 - 家属说他身体相当硬朗 - 每天到山坡地种种菜 - 喂喂狗 - 当做运动 - 住七堵开店 - 每天吃饱饭 - 反正就是当做运动 - 去那边运动 - 对啊 - 平常都很健康的啊 - 该处是没有划分分向线 - 车道线的一个路段 - 今天我们基隆就是天雨 -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有一帮偏向 - 没有靠右去行驶造成本期车位的发生 - 那因为现场是没有监视器 - 那我们在调阅那个车上 - 看有没有行政机器 - 还是有没有目击者 - 能来看看 - 确定事故发生的详细原因 - 双方经过抽血和酒测 - 都没有酒精反应 - 小货车驾驶虽然没有受伤 - 但骑士伤众不治 - 涉嫌过失致死 - 相关招事责任归属 - 还有待调查理清 -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导 - 由慈济基金会和基隆市政府策划的环保防灾比赛 - 从全基隆市34所国小101位选手 - 竞赛中选拔出环保防灾小勇士 - 代表基隆晋级参加国际杯环境教育电竞大赛 - 是要按这个吗 - 直接直接 -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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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的题目 - 这边看 - 这个是报告死 - 题目不要看作 - 还是有时候会写水 - 或你 - 有啊 - 我有答对 - 我有答对 - 你都要 - 所以这个就得到分数了 - 在攻击另外一个区块 - 不需要跟着她没关係 沒關係,你可以自己飄 對,我只想要對象就對了 好,這是十秒鐘 在十秒鐘要結束了 九、八、七、六、五、四、三 那其實是蠻勵志的啦 然後我其實剛剛試了一下 其實題目也沒有真的多簡單喔 因為那個是訓練題 然後其實那個題目有點陷阱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如果不是觀念很清楚的同學 可能不一定能夠選出正確的一個答案 那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透過這樣子一個遊戲的一個方式 它會讓小孩子、讓小朋友們覺得不那麼無聊 不會只是單獨的一直在背書 就是你先點一塊土地 然後答題啊對了就可以攻擊 然後也可以攻擊別人的土地 雖然打別人的土地不太會有分數 但是你如果到別人旁邊 你沒辦法再攻打其他地方的話 你也只能打對面土地 但是對面也有可能會打你土地 那這樣就會變成一個很激烈的攻防戰 然後可能別人就會先得分 舊金魚 愛地球 舊金魚 愛地球 那今天這個環保防災的小勇士的PK賽呢 其實是在一個月前就已經在學校裡面辦 班級賽 那個學校的比賽 還有那個區域賽 然後縣市盃 然後將來還有國內盃還有國際盃的 所以這個整個活動是非常大型的 記者黃日生基隆報導 位在七篤區衛生所二樓的 七篤富能巷弄長照站 由基隆市衛生局規劃成立 由於課程規劃豐富有趣 特別是動態的課程 非常受到長者們的喜愛 既可以增加長輩間的人際關係交流 延緩老化又可以運動健身保持健康 不過因為疫情關係 原本就搶破頭的報名名額 為了防疫更加減少 而來這裡運動的長輩都玩得很開心 在小鮮肉帥哥教練帶領下 這群七八十歲 曾經也是小鮮肉小美女的阿公阿嬤 叔叔伯伯阿姨們 在奉獻青春歲月給國家社會以及家庭後 隨著年華逝去進入人生的飲法保健期 專注地跟著教練進行適合老人家的動態運動 鍛鍊肌力減緩流失的速度 左邊 右邊 好 來左邊 右邊 來左邊 能夠來這裡上課大家都很開心 不但可以走出家裡交朋友 還可以運動維持健康減緩老化和失智 我覺得我們自從來到這裡 因為運動量比較提升 因為在家裡邊都休息的時候多 那看電視的時候多 所以這個渾身的老骨頭都不知道怎麼樣地把它支撐 那現在運動了以後 老師都告訴我們 手應該怎麼樣放 腰怎麼樣要挺 胸怎麼樣挺起來 怎麼樣呼吸 所以這到於我們將來以後的身體的照顧 會有很大的幫助 我希望像這樣的辦法能夠長長久久地能夠 這也是國家對我們老年人的一種 不但是福利而且是一種給我們就是保護 讓我們能夠長久地能夠在這個社會上不至於淘汰得那麼快 教練表示每一項運動課程都是依照長者的需求設計 最多一次運動30分鐘 依照每個人體力不同可以中途休息 希望可以幫助長者延長健康減緩老化的速度 類似小朋友就是從小他在做一些身體的學習 就是這種模式在做運動 就是做一些協調上的一些肌力訓練 因為老人家體力比較有限 那我們是盡量讓他可以去多活動身體 讓你的身體可以活動開來 對對對不要讓身體減少活動 因為他們其實平常的活動量已經比較少了 所以我們在每一次的訓練當中 我們都是讓他盡量可以讓他的手腳都可以展開來的最好 對 那這樣一次的話大概會建議長輩運動多久了 我們一次的部分可能會抓在30分鐘到40分鐘左右 但是中間如果累了我們還是會讓他休息一下 會在七堵區衛生所二樓的七堵富能巷弄長照站 由基隆市衛生局規劃成立 由於課程規劃豐富有趣 特別是動態的課程非常受到長者們的喜愛 不過因為疫情關係原本就搶破頭的報名名額 為了防疫減少上課人數 能夠來上課長輩都很高興 前一陣子的時候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個班其實是停掉 其實停掉長輩其實他們也是很可惜 也很想要來這個環境 因為他們其實就像幼稚園 就像我們幼稚園的時候 是從每天來上課 然後中午休息吃飯 然後下午上完課之後就回家 那長輩的話我們也希望說 他能夠透過有這個據點 然後向心理 所以鄰居他們大家一起來這裡上課 其實每個長輩除了來這邊上課 除了有動態剛剛像運動 那我們也有園藝課 書法課 手作課 所有課程都很豐富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長輩 其實都可以來加入我們這個富能巷弄長照站 七堵區衛生所指出富能長照站的課程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調整變化 讓長者們維持興趣快樂上課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中家新聞和輕鬆電台FM96.9聯合播出 歡迎一起收聽 感謝您收看中家新聞 我是吳俊松 再會 觀眾朋友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避之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夫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加集团关心您